所以当你看见每一场 再加一场 再加一场 到最后已经达到答案的时候 对那个答案已经有疏松的了解的时候 整个又崩溃下去了 用伟大的感情控制信义 对不对 用纯正的真理控制感情 对不对 纯正的真理在哪里 你说就是公理 他说是婆理 你说共理 共相之理 全世界普世的价值观的能力 但是全世界走错路的时候 谁去执政他呢 所以结果又有上帝的灵 启示的真理 但是上帝的灵是什么 这个叫上帝的灵 糟糕了 那是愤乱的灵 那是感情冲动的灵 那不是按次序反制规矩的圣灵 所以连讲到圣灵引导事项的时候 又在错了 所以整个世界乱到一个地步 而圣经说到了末世的时候 他们要厌烦纯正的道理 所以你不奇怪 教义不要紧 教条不要紧 信仰不要紧 所以要紧的实际的生活 就从这里动摇了 启示怎么样 不要紧 因为上帝启示包里也启示我啊 我也是先知啊 所以什么都从纷乱开始 以后就没有一个真正固定的权威 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你不奇怪 今天越来越多灵恩派的高级领袖犯监林 为什么 所谓最多讲圣灵的人 是最不过圣洁生活的 我今天敢讲这些话 我这一生持守圣洁 持守真理 绝不放松 我十七岁奉献所传道 我尽心建立持守上帝真理的本质 我对你们神秀讲座是第27次 我从第一天讲的到今天讲的 每一句话我负责人 我三十一岁结婚 三十一岁以前 没有摸过一个女人的身体 我结婚以后 没有摸过第二个女人的身体 我以圣洁持守 所以我勇敢对你们讲这样的道理 如果你们还不听 你要听谁 我奉主的名对你说 你是人 你是尊贵的人 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要是创造永恒 存在 有旧物自我存在 在相对于你存在 上帝的存在面前 要负圣洁 正义 道德 责任的人 那上帝把性器官放在里面 是要给你享受他 给你肉体中间最大的喜乐 最完美的满足 最完美的满足 当你把这尊贵 尊贵崇高的这个性器 把它当做跟动物野兽 等量奇观 放纵性欲的东西